哈喽,大家好,我是Guma-san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在还没开始节目之前,请与大家说声抱歉 最近更新影片的速度有点缓慢 其实上一期的节目,我早就在初期的前一天就已经录制好了 但是你们知道,大多数的人在新年前几天都会比较特别懒惰 不想公众一些初期或者初一的到来 对,我就是其中那位比较懒惰的人 所以当时我就录完影片放在影片我就不解了 结果拖拖拖到初杀的时候才解上一期的节目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影片会滑慢更新的原因 总结就是,为了补偿各位观众老爷们 我会尽量加快更新速度,不会再像之前这么拖 虽然我87%可能会食言 好,今天这期我Guma-san又不怕死的聊这一部 不知道是TV动画还是李范的情感动画 恢复素质的重启人生 我知道有些观众听到这里一定会吐槽我说 诶,不对啊Guma-san,上次你不是说这鱿鱼要不要弃坑的吗? 怎么后来又最为气人呢? 哎呀,这是当然的啦,我只是说鱿鱼要不要弃坑而已 又不是一定要弃坑啊 但是我会继续追下去的契机 是在我上一次恢复素质的影片 就看下有一些观众留言说 Guma-san,下一万的蓝娘很香哦 结果我看了这则类似留言后呢 我又绝对追回恢复素质了 结果在追的过程中呢 我从一开始不敢看 已经变成看一花就会笑一次的情况了 并不是因为男主角用过,啊对不是 我是说Ascalima去插别人的欺负而笑嘛 而是这两位女主角的台词真的是笑死我啦 甚至这两位女主角的个人回播放后呢 也引起了许多观众们的热烈讨论以及吐槽 尤其是前者甚至还出现了许多的笑梗 那这两位女主角到底是什么故事背景可以引起观众们的话题呢? 现在我就与大家分享恢复素质都要把第四和第五话 到底是讲什么奇葩故事吧 去男主角也就是 棍枝勇者凯雅尔向粉毛公主 弗里亚报复后呢 棍枝勇者就带着乙鸡背 删除尽又促改容貌的粉毛公主一起踏上复仇之路 对,就是一边旅行一边以粉毛公主 啊啊啊的复仇里程啊 虽然我是这样吐槽啦 但大自杀呢 棍枝勇者是有做正事的 比如为了确保有资金可以继续旅行的关系 他就有和不良杀人做交易 当然前提他也是看见 城镇有发生疾病是在想要拯救居民的情况下 顺便从不良杀人赚一些礼费 所以说这些杀人从固知勇者那里 也赚不了多少便宜啊 反而还亏啦 所以从这里我们能看见呢 固知勇者就算是报复啊 也不会去做出杀害无辜百姓的事情 反而还带有一股行侠战役的气息啊 在这过程中也有透露 由于固知勇者的体质可能是受到自己 身为预知勇者或者之前 致病喝毒药的缘故 也因为这个色点的关系之后 就发生了一连串又搞笑又神奇病的故事了 后来固知勇者就来到奴婢商店买奴婢 他就看中了一位碧蓝族的哑人 名字叫刹娜 会看中他的原因是刹娜的家人是因为 受到王国君的灭杀 并把他卖给奴婢杀的缘故 导致他非常遮恶人类 固知勇者知道后就觉得 这辈子和我一样是非常讨厌王国君的啊 这想看见他报复物的样子啊 就把刹娜给买下了 之后固知勇者就把刹娜带进离馆 他就与刹娜聊了一些关于 报复王国君的事情 原来刹娜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上限 受到阻碍的关系 所以比起其他的逼拉中弱了许多 但是固知勇者有办法可以 让刹娜的实力突破极限 只要固知勇者的精神就刹娜的体内 他的实力上限就会提高啦 对就是透过男主角的 Escali版的迷之液体 让刹娜变强啊 但老实说呢 这部发本来就是一部高尺度的作品 所以透过这种类似补膜的方式变强的剧情 我不觉得会很惊讶啦 反而我觉得蛮好笑的 因为就如我节目刚开始所说的 他们的对白真的是笑死我啦 但是刹娜还不知道要透过以固知勇者 呃啊才可以变强 结果拿捷就突然脱瓜一服脱瓜裤子 用拇指指着自己的Escali版说 这就是刹娜的未来 但是刹娜看见对方如此奇葩的举动后呢 首先是吓了一跳 然后逐步看着眼前的Escali版 固知勇者就接着说 学霸你是要亲自抓着未来还是放弃一切 结果刹娜对蓝主角说 刹娜要抓住未来 结果他还真的是抓住固知勇者的固知未来 别爱一步一步教刹娜如何抓未来 什么鬼剧情啊真的 哇真的 哇笑死我真的真的真的笑死我 所以他就带着粉毛公主的刹娜 来到了冰蓝族的村庄拯救冰蓝族 固知勇者就以剑制勇者的名义 斩杀了数位王国居 并使出了名为 格赖恋兔戒术使得王国居们感到惊讶 关于这一点呢 我稍后才给大家解释 之后又透过粉毛公主的魔法 以及变强后的刹娜成功把王国居们消灭了 并拯救了冰蓝族 设立后呢固知勇者就以刹娜在树下 呃啊 第四话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啦 但是我看完这话后呢 我的内心是毫无波动的 甚至非常想笑啊 结果我万万想不到 过了一个星期后 这么多话又出现了新的名台词 这是我的赎罪 为什么这台词会如此好笑呢 首先我稍微与大家介绍一下 第五话是讲出什么故事吧 刚才我不是有说过 固知勇者假扮剑制勇者必死出 格莱列特剑术吗 其实格莱列特剑术 就是固知勇者第一次使用治愈能力治疗的 建设妹子克雷赫取得的 克雷赫知道对发是使用自己的剑技 后呢他就决定找固知勇者算战 此时的男主角正在与两位妹子在湖边 好吧 我已经懒得吐槽了 经过了一连串的剧情后呢 克雷赫就找到了固知勇者 两人就正式交战了 在这里先插个题外话 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被DNK坑过太多次的关系 我突然感觉到这场战斗画的蛮不错的 虽然不是那种分析屌炸天机 肺爆炸的那种等级了 但是至少一些战斗的动作细节 比起DNK之前的改编作品好很多了 在这里给DNK一个赞 最让克雷赫的实力强过男主角 但是固知勇者不是吃素的好吗 结果在战斗的过程中使用了煤药 让克雷赫兴奋 等一下为什么是煤药啊 后来固知勇者就使用了进入接近克雷赫 背后手掌抓着他的头 让克雷赫看见王国军 涅杀亚人的场景 他就刺激过头晕倒了 之后固知勇者又把对发带到里馆里 退又是里馆 我合理怀疑 固知勇者的说得技能只能在里馆里触发 克雷赫醒来后呢 原本是对固知勇者感到抗拒的 后来固知勇者就揭开了自己的遮面目 还把粉毛公主的容貌变成之前的样子 便骗克雷赫说 他们是正在揭开王国军的遮面目壁探上 拯救世界的旅行 诶 其实也不能说是骗人啦 除了粉毛公主被杀掉之前的记忆这件事情 隐瞒克雷赫以外呢 其实大致上说的还算是真话啦 克雷赫眼看公主还活着 也知道眼前的固知勇者是正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加上眼前也是他的恩人 所以他就决定帮额与男主角一起行动 而这个时候固知勇者暗中使用美药的关系 使得克雷赫整个人扭扭捏捏 并向男主角说 请许我向你赎罪吧 结果俩人就饿啊啦 退士气就是这么的突辣 如此的沙雕啊 而且固知勇者还问克雷赫这样做真的好吗 你这句话不是一个要在做不可描述的行为之前 说的吗 然而克雷赫下一句还是更沙雕 竟然向男主角说 这是我的赎罪 哇 这赎罪法我真的是醉啦 原作者到底是吃了什么药啊 俩人饿啊后呢 克雷赫也正是成为固知勇者的后宫啦 就是要固知勇者一边收集后宫 一边饿啊的报仇冒险故事 一拉还在继续 第五话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啦 好 以上就是恢复术师第四和第五话的故事大大 以及框后卡 我相信接下来第六话的故事应该不会再次讲述 男主角如何用过那面是屈服的沙雕故事啦 毕竟已经连续两话饿啊啊啦 看多了都有一点视觉疲劳啦 加上第五话故事结尾的关系 小兵应该会认真讲述男主角的复仇之路吧 所以我们就好好期待 恢复术师第六话的到来吧 好 那大家对今天这一期的恢复术师 又有什么感想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彼此分享哦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分享我的视频 也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继续追踪我的节目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是Gumasa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